大家好,本技巧将介绍如何快速定义名称的操作 在使用公式或函数计算时,通常需要引用某单元格区域 此时用户可以将该区域定义名称,在公式中可以直接使用名称参与计算 下面介绍操作方法 名称框定义法 选中单元格区域 然后在名称框中输入名称 按回车键,定义名称完成 选中该区域则在名称框中显示刚刚定义的名称